那今天我们有一个重大的政策要宣布 重大的政策要宣布 我们要把全国的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14号 因应全国疫情延烧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今天宣布 全国第三级警戒延长至6月14日 同时教育部长判文中也在今天宣布 全国延长停课至6月14日 根据了解 教育部表示 因应全国实施疫情警戒第三级时间延长 为了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 维护学校师生健康及学习权益 全国各级学校及公司立幼儿园停止到校上课 延长至6月14日 儿童课后照顾服务中心、补习班等各类教育机构 也请所有学生停止前往留在家中学习 记者联合报导 注意力量 也请多多矫正导 週末 内 blir checked 感谢观看